哈喽大家好 谢谢你们点开这一部YouTube影片 今天影片的内容是要来记录我自己第一次做冰皮月饼失败的过程 我在思考是否要分享这一部影片 后来想想失败也是每天在英国常常会遇到的事情 希望借由这个失败的经验 其免自己下一次可以把冰皮月饼做得更好 这是我第一次用condensed milk 中文炼乳来做冰皮月饼 我从来没有在英国买炼乳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买 我打开的时候真的被那个炼乳的味道吓到 然后发现实在是非常 那因为有这个做冰淇淋的过程 让我重新的去思考自己对于糖的摄取量 以及double cream 鲜奶油的摄取量 当然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白色加绿色摩擦的颜色 然后味道也很香 那第二部分是做冰皮的部分 那做冰皮的这些材料 例如说是糯米粉 沾米粉 橙粉 这些材料在英国Amazon上面都买得到 那我所有的材料也是都是在Amazon上面买的 因为我家没有牛奶 所以我是使用无糖的豆浆 爱米粒的厨房里面谈到这个冰皮要用50克的砂糖 但对我来讲我觉得真的是这个馅料已经够甜了 所以我最后只加了20克的砂糖 我加了30克的油 50克的糯米粉 40克的沾米粉 Rice flour 那我油的部分加的是橄榄油 因为我家目前没有蔬菜油 就是橄榄油 那我做的 然后 好 適当 你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是我犯的错误之一 应该要先炒好糯米粉 然后这样才可以在揉的过程当中 把加入炒好的糯米粉 才对 所以这就是我犯的错误之一 这个冰皮非常的油 第二个错误我犯的就是我没有用擀面棍来 擀这个十二个月饼的小球球 我就是用手把球变成扁平状 那发现这个面积太小 所以后来在包的时候 在包冰淇淋的时候延展性不够 所以这个是我犯的错误之一 再来的错误就是我的冰淇淋呢 应该要再冰久一点 因为我发现我冰淇淋打开的时候是 还是比较水状的 没有固体状 所以包的时候就溢出来了 然后后来呢 我再重新看了一次艾蜜莉厨房的影片 发现冰淇淋要用袋子 一袋一袋装起来让它固定成型 但是因为我家没有塑胶袋 因为我平常也很少用塑胶袋 所以我只好用我这个手套的袋子 当做塑胶袋 一个一个装装了十二袋 那我在装液体的冰淇淋 装到袋子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很环保 浪费就是用了十二个塑胶袋 然后觉得有点违背我的生活理念 就是用塑胶袋 那这些袋子也没有办法再重新的使用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在做的过程当中 思考到 我居然用了十二个塑胶袋 来塑形这个冰淇淋 应该不是一件 就是有违背我生活当中的理念 但是包冰淇淋的过程当中 我的冰淇淋还是没有很固体状 然后加上我的面皮太油 所以包的过程当中就 冰淇淋就跑出来了 那这边犯的错误就是 我必须要用炒过的糯米粉 那我就是没有用 所以我后来觉得不行 这样子下去可能做不好 所以我中途的时候又去炒糯米粉 所以就是有种慌乱手脚的感觉 就没有办法一步一步的做好 所以下次我要做这个冰皮月饼的话 请大家不要跟我犯同样的错误 就是要先炒好炒熟糯米粉 然后再来就是冰淇淋的制作 可能要提早制作 让冰淇淋冰久一点 再来可能是要思考说 如何可以再度的使用塑胶袋 然后这样就不会违背 就不会使用过度的使用塑胶袋 那最后的成果 因为可能是有模子的关系 很感谢我妈妈在很多年前 因为我要做陶瓷艺术品 而寄给我这个创作的模具 然后做出来后来最后做出来的抹茶 冰皮月饼还是看起来好像还蛮能模能样的 但是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学习做冰皮月饼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做月饼做手工月饼是一件需要 有足够的时间 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来做这个冰皮月饼 因为必须等待冰淇淋的成型 然后冰皮就需要时间 大约要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完成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冰皮月饼 然后所有的材料也要先准备好 那这是我第一次做冰皮月饼 这个影片就送给我自己今年中秋节的礼物 感谢有YouTube这个平台可以和大家分享我失败的经验 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中秋节 然后佳节愉快 然后希望大家不要犯和我一样的错误 Now see you next time Stay well, stay safe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